弟兄姐妹来听我念一段经文 是诗篇第29篇第10节 这里说 耶和华坐在洪水之上 耶和华坐着为王至到永远 耶和华赐力量给他的子民 耶和华赐平安的福给他的子民 把时间交给我们敬拜赞美 当愿大家都健康 虽然有时候我们看不到前面的方向 人生的道路 不会像高速公路那么通畅 当来到七区的道路上时 我们深信爱我们的上帝 会一直牵引着我们 紧握着我们 保守着我们 一直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今天用这首歌 来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赞美 唱歌曲 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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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迦大愛 我要再生神告耶穌 你一直都在 雖然道路齊驅 很難顯著 但我心中知道 你一直都在 不能明白為何 但始終當 但我始終相信 你一直牽著我 大山為我落海 大海又露出來 我要再生神告耶穌 你一直都在 你手上的地盤 展現世界答案 我要再生神告耶穌 你一直都在 你會讓我明白 你愛我永不更改 你保守我的心懷 請我一雙手不反彈 你一塊讓我明白 你愛我永不更改 你保守我的心懷 請我一雙手不反彈 我生為我落海 大海又露出來 我要再生神告耶穌 你一直都在 你手上的平衡 展現世界答案 我要再生神告耶穌 你一直都在 我要再生神告耶穌 你一直都在 我要再生神告耶穌 你一直都在 在上帝的眼裡 我們是多麼的渺小 現在我們所面對的 最大的挑戰 乃是肉眼看不見的 這個新冠肺炎 在面對疫情的當下 可見 能力是多麼的渺小 能力是多麼的有限 祈求上帝保守我們 能夠早日度過 疫情的困擾 以及威脅 為大奇妙神 宇宙傳造主 在你眼裡 在你眼裡 挽过枝线 潇水滴 无人与你先逼 祝你真伟大 阿罗森妙啊 祝你真伟大 阿罗森妙啊 深深爱我 默默在你手心中 祝你真伟大 阿罗森妙啊 祝你真伟大 阿罗森妙啊 永恒的主 唯一的主 上帝 祝你真伟大 阿罗森妙啊 祝你真伟大 阿罗森妙啊 深深爱我 默默在你手心中 祝你真伟大 阿罗森妙啊 祝你真伟大 阿罗森妙啊 祝你真伟大 阿罗森妙啊 阿罗森妙啊 深深爱我 默默在你手心中 祝你真伟大 阿罗森妙啊 阿罗森妙啊 和我生有了 永恆的主 唯一的主 神明 为的奇妙神 与手传造主 传世之前 为我的完美计划 我已神经白映 你的头发上帝都手算过 你有什么难处 上帝都知道 祷告是与上帝沟通的最好方法 你诚心地祷告 上帝必聆听 当我悲伤难挨 祝福尽最深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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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年的父母 祝福尽最深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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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我你什么都明了 但我悲伤难安 束缚尽最深的悲恙 亲爱主 我的主 愿求你倾听我的心 当我希望满怀 到无数最美的期待 亲爱主 我的主 求你倾听我的心 求你聆听我每一个心跳 那是我最深深最渴慕的祈祷 求你聆听我每一个心跳 告诉我你什么都明了 求你聆听我每一个心跳 那是我最深深最渴慕的祈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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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一个心跳 弟兄姊妹们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 不管你在哪里 让我们跟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们一起的同心 一起的同心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全教会的弟兄姊妹们 一起的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也同着全世界所有的基督徒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来向你祷告 因为我们知道 如今的这一场的疫病 是全世界的 许多甚至我们不知道 我们所没有看见的情况 主啊,你都了解 你都知道 天父为此,我们到你面前来向你祈求 祈求你施恩怜悯这地 帮助我们人 知道我们需要回转 需要谦卑 需要了解到我们不过是人 我们需要来与你 来认识你 来顺服于你 天父,我们要向你交托这个国家在你面前 这国家不只面对着这个疫情的危险 我们也面对着政治上的动荡跟不稳定 我们也恳求主真实来施恩带领这个国家 能够有稳定的政府 继续的引导全国的人民 前线人员 不管是医生 护士 警察 军人 所有的这些的 一起在 这个面对疫情 前线打仗的 我们求主带领 让全国是一致的 同心的 以致我们从这整个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学到一个功课 就是我们要好好地来保护我们自己 保护这环境 也保护彼此 并且我们要学到 唯有你是上帝 你才能够施恩拯救 我们请就赐下这智慧 给这些研发的人员 尤其是疫苗的研发 能够很快地找到最合适 而且最正确的这个疫苗 让这世界许多的人 能够脱离这样子的威胁 我们也祈求主来施行医治 主啊 施行医治 在这些呼吸困难的 有并发症的 有这些 面对这个病毒无法战胜的 我们求主来医治带领 也感觉主来真实安慰 安慰这些的家属 安慰这些受苦难的人 我们仰望主 我们是全教会的聚集在你面前 向你来祷告 我们祷告要像香一样的 伸上到你的天上 到你的面前 愿你垂听 主啊 并且我们是带着盼望 带着信心 也带着爱心的 继续走我们每一天的路 神指你必定看顾与带领 我们感谢主 你侧耳垂听我们的祷告 孩子们奉耶稣的名祈求的 Amen Amen 让我们也 就是同心的 来以主祷文 做我们的祷告 预备来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陷入试探 救我们脱离那恶者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Amen Amen 这真是我们的祷告 那我把时间交给今天的主席 道远弟兄 好 接下来是我们奉献的时间 我想奉献 也是我们敬拜的一个部分 我们大家花一点时间来思想 然后献上我们的风险 那你们也可以用这个 这个internet banking 来做这个transfer 或者 你也可以用这个touch and go 来做这个transfer 完美 简直到祝 Gaming 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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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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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来听我念一段经文 这个经文是 祷祷 第二段经文是十篇第十篇第十七节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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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look at the scriptures today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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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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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祷祷 祈祷祷祷 祈祷祷祷祷 祈祷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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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祷祷祷祷祷 祈祷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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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 真的是舒服啊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我竟然是主人 我可以吩咐神为我做事 我想我们当中 没有人是有这样子的想法 对吗 我们没有说要把上帝 当成完成我们欲望的那种的生命 但是有时候我们还是觉得 祷告方面我们很不确定 好像是跟空气在讲话 或者我们觉得 上帝这么伟大 这么高高在上 他哪里会听我祷告 我是这么卑微的一个人 我算什么 或者有些人 谈到祷告的时候 头就低下来了 因为他们感觉 好像常常被骂 你没有祷告啊你 你没有花时间祷告啊你 你没有花时间祷告啊你 我要说 上帝是要我们祷告 可是呢 唯一我们不把祷告当成一个命令 或者规定 我们才能够 那我们才能够与上帝呢 建立清净美好的祷告关系 我们才会很乐意的 喜欢的到他面前祷告 就好像说了 这里哪一个父母 有没有命令你的孩子 要跟他讲话的 孩子坐下来 跟我讲话 等一下 要先讲 我爱你三次 我这个时候呢 我相信没有一个孩子 敢讲话 因为他们被命令 要讲话 因为他们要讲话 因为他们要讲话 我相信我们这里的父母 没有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 一个慈爱的父母 是会吸引孩子 喜欢跟他说话的 你自然就会让孩子 到你的面前来跟你谈心 所以我想呢 谈到祷告呢 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你要知道慈爱的天父 在等着听你说话 那你可以很放心地 来到他面前 所以我们看到 这第二点 上帝已经到了你面前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以色列人 怎么样呢 他们是怎么得救的呢 他们怎么可以 在建立会幕 敬拜上帝呢 他们如何的 献上香来祷告呢 都是因为上帝 先到他们那里 他先把他们 从奴隶当中拯救出来 所以上帝先临到他们 因此呢 他们可以来向他祷告 那我们想一下 上帝先到这些人面前 是带着怎样的态度呢 是很凶的 到你面前吗 或者很随便的 你要说就说 不说就算了 这样子的态度吗 那我们看一节的经文 这个经文 是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 它很鼓励我们祷告 过去的讲道当中 我也谈过这段的经文 这边说 耶和华困苦人的心愿 你早已听见 你必坚固他们的心 也必侧耳 听他们的祈求 这个困苦的人呢 也是一个 卑微的人的意思 自己觉得自己不配的那个人 觉得很渺小的那个人 那即使是这样子的人呢 耶和华 他也听见他们的祷告 并且呢 神说什么 他早已经听见了 你还没有讲 他就知道了 然后呢 他听并且他要兼顾 他们的心 He listened and he also take care of their hearts 并且呢 他是侧耳地 来听这些人的祈求 And he incline his ear 表示说 他是非常地专注 专心地在听 That means he's very focused and attentive 有个例子是 我遇到过一个 做我爸爸的 I've met this father 那他是一个教会的 其中一个领袖 It's a leader of the church 那我跟他在家的门口外面 在谈话的时候呢 他的小小的女儿 就走出来了 When we were talking outside his house His youngest daughter came 大概只有三四岁吧 我看 About three to four years old 他走出来的时候 有点害怕跟害羞 He was a bit scared when she walked out 因为呢 他爸爸跟一个陌生人 在讲话 Because the father was talking to a stranger 这个大叔叔 希望不是怪叔叔 This old uncle 所以他很害羞 走到爸爸的旁边 就拉一拉爸爸的裤子 She was very shy and she was pulling her father's pants 那这个代表什么呢 代表了他想要 跟爸爸讲话 This represents that she wanted to talk to the father 所以这个爸爸 就知道了以后 他就说 请你等一下 And the father said Please wait 我听他讲话一下 Let me listen to her 我以为这个爸爸就说 好 什么事 讲啊 讲啊 I thought the father would say What do you want 没有想到 他就在我面前 蹲下来 And he just kneeled up squat down before me 因为他一旦 蹲下来以后呢 他的高度 就跟他的女儿 差不多了 And his height was around the daughter's height 不止如此呢 他还把他的身体 侧一边 耳朵凑过去 And he inclined his body and ear 然后把他的两个手 怎么样呢 就放在他的耳朵旁边 Testing 用了一个脉 另外一个脉 技术出现一点问题 等一下 没有 没有 以后用这个脉 Testing 有吗 Testing 这个有声音 技术出现一点问题 我们讲到哪里了 OK 就是说 而他把他的两个手 放在耳朵旁边 He put his both hands beside his ear 所以这个女孩 你怎么样 整个脸就埋在 这个手的里面 The daughter's face was buried inside the hands 然后就开始 He started talking 那个爸爸 那个爸爸就说 是 好 我听到了 The father said Oh yes I heard you 没有那么快 慢慢地 Oh 是好了 所以他听到了 And he heard 然后呢 他听完了以后呢 就跟这个女孩说 爸爸 知道了 你先进去 等一下 我就来 And he told the daughter I know Please go inside first I will talk to you later 哇 这个女孩 讲完话以后呢 我发现她整个人 轻松了 And the daughter was so relieved 开心耶 And she was very happy 她就啊 啦啦啦 就这样走回 走回家里面去了 And she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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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ide the house 所以我们看到 哇 就在我的眼前 看到一个 上帝聆听 祷告的一个 一个例子 And I witnessed a sin of God listening to prayers 但我们来仔细地 再看一下 这个经文 它说 困苦的人 Let's look at this scripture that says Those who fear inferior 自觉卑微 或受压迫的人 Or oppressed if you feel that you are humble and low 你觉得 好像你 祷告不太会 And you don't really know how to pray 这句话 是对你说的 This words are for you 即使我们是这样子的情况 上帝还是听的 Even we are like this God still listen to our prayers 然后呢 圣经说 早已听见 And he already heard 意思是说 即使我们 还没有祷告 他就听见了 Which means Even before we pray He has already heard 为什么呢 因为上帝是全知的 Because God knows everything 所以我们还没有 祷告的时候 他就已经知道了 Even before we pray He already knew 但是他还是听哦 But he still listens 我们这边 有些做父母的 其实孩子小的时候 他们还没有 讲一些东西 有时我们就猜到了 Some of us parents here When our kids are small Before they even talk We already know what they want 他可能走路的样子 有一点乖虚乖虚 我们就猜到了 The way they walk We might already ask 所以他说 爸爸 我可不可以 然后我们就说 不可以 And they say 爸爸 Can I do this Can I do You said no 我们还没有听哦 We haven't even heard 我们还没有听他讲 我们就说 No We already say no 我们天上的爸爸 不会这样 But our father in heaven is not like this 他即使知道了 他还是听 Even he already knew He still listens 而他是怎样的听呢 So how will he listen 圣经说 彻耳聆听 第四个 The Bible says He will incline the ear 彻耳的意思呢 就是他仍然 蹲下来 他或者是弯腰 以便他可以专注地听 Incline means He still squats or steps down to listen attentively 那我觉得 我是有一点点 不是太矮的人 I think I'm not a very short person 所以通常 别人跟我讲话的时候 我的头都是 往下一点点的 So when I talk to people I will always look down 所以我很少感受到 跟人讲话 要抬头的那种感觉 I hardly experienced to raise my head to talk to people 有一次我就感受很深 因为我参加了一个会议 常常要跟一个 190多公分的人讲话 I attended a conference where I had to speak to a person with 190cm height 他是一个非洲人 然后他很高 所以我们讲话 都要这样子跟他讲话 He was an African very tall so we had to raise our head to speak to him 我那时候才感受到 原来要这样子抬头讲话 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And I realized it was very difficult for me to talk when we need to raise our heads 所以我开始反省 原来有一些人跟我讲话 是有点辛苦的 所以我需要 我弯腰一点点 So I reflected on that and think that some people when they need to raise their heads it's very difficult for them 上帝知道我们讲话 很辛苦 God knows that it's difficult for us to speak 上帝也知道 有时候我们不太敢讲 And He knows that we don't dare to speak 所以呢 祂先弯腰 祂侧耳 要注意听我们讲 He inclined to listen attensively 然后圣经说什么呢 祂必坚固我们的心 And the Bible also says that He will strengthen our hearts 坚固呢 或者是预备我们的心 来面对挑战 which also means prepare our hearts to face challenges 当我们 当一个人 是被聆听 被了解的时候呢 他心里面 会有更大的力量 when we are being heard and understood we will have a greater strength 会有更大的力量呢 去面对 不管是困难 还是挑战 A greatest strength to face challenges and obstacles 就好像刚才 那个小女孩那样 Just like the daughter that I spoke just now 你想象一下 有时候的情况是 大人讲话 小孩子不要插嘴 Sometimes you'll be adults are talking you don't interfere 你觉得这个情况下 她会是怎样的心情 回到家里面呢 How would she feel 她可能还是 我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 But my problem is still not resolved 哥哥还是欺负我啊 Brother is still bullying me 你没有听我啊 You're not listening to me 她的内心没有预备好 She's not being prepared 她内心没有被兼顾 It's not strengthened 所以当这个爸爸 好好地聆听她的时候 她就被兼顾了 When the father listened attentively He took care of her heart 这个很多时候 是上帝要兼顾我们的方式 And this is how our father in heaven would do 他预备着要聆听 我们就跟他说吧 He's prepared to listen So let's speak to him 在这个时候 我相信很多人都挂虑着 这个病毒的疫情 到底会怎么样 I believe we are all worried about this virus 今天的数字会不会过千呢 Will the figure today exceed 1,000 接下来工作还有没有呢 What about our job 经济会如何呢 The economy 我会不会得这个病毒呢 Will I be affected 我们带着软弱 带着被打击的一个心 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 Let's bring our witnesses before God 上帝要兼顾我们 God wants to strengthen us 他侧耳的聆听 我们的祷告 So I think this is the first thing 我觉得第一个很重要 我们需要记得的 And this is very important When we pray 那上帝预备好 要接纳我们 God is prepared to accept us 那了解了上帝 是何等的愿意 听我们的祷告 After understanding How willing God is 我们就要常常祷告了 We need to always pray 那这样子呢 上帝的话 上帝的同在 才会对我们 有更大的影响 And His presence will be important in our life 所以呢 圣经这边说 要长到耶和华面前 And the Bible says to be regularly before the Lord OK 圣经刚才读过的是 这是你们世世代代代 在耶和华面前 常烧的香 Incense will burn regularly before the Lord for the generations to come 这个在耶和华的面前 因为呢 这个香炉呢 就正对着这个约柜 Because the incense is right before in front of the ark 而且呢 是早上跟晚上呢 亚伦都要烧这个香 And day and night Aaron had to burn the incense 话句话说 上帝在提醒着我们 要常常地 在祂面前 与祂连线 In other words God wants us to connect with Him day and night 那初心者 有时候他常常会问 这个问题 New believers that will always ask this question 我要向谁祷告 Who should I pray to 你们祷告里面 有讲到好几个名字 You want to talk about a few names 有天父 The Father 有上帝 The God 有主耶稣 Jesus 有耶和华 Jehovah The Lord 上主 那圣灵 The Spirit 哎呀我有一点头晕了 我在怎么祷告 I'm a bit confused How should I pray 当然我们知道呢 我们用这些的名词 来称呼上帝都可以 We know that we can use all these nouns to greet God 我们都可以 他都是指向同一位上帝 Because they all represent the same God 但是呢 每一个名字的意义 有一点不同 But every term has a slightly different meaning 这就丰富了上帝 在我们心中的那个形象 And this will feel God's image in our heart 那我要怎么说呢 比如说好了 我怎么称呼我的爸爸 How do I address my father 你们猜一下 爸爸 通常呢 我都叫一个字 Usually I will say 这个是普通讲话的时候 This is during casual conversation 但是呢 如果我要认真的讲 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会说爸爸 When there's something serious and formal I will say 爸爸 因为我希望他注意一点听 Because I want him to listen attentively 所以爸爸 爸爸都可以 对不对 So 爸爸 and 爸爸 We both 那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呢 有时候会写信 给爸爸 During university time I used to write letters to my father 也没有很长 一年大概一封而已 One letter per year 大概了 Around 那我开头 我会写什么呢 亲爱的爸爸 And I will start with Dear爸爸 那我不会再 跟他讲话的时候 亲爱的爸爸 我没有这样讲 But when we talk I won't say Dear爸爸 可是写信的时候呢 我会说 亲爱的爸爸 When I wrote letter I did 然后呢 如果我看到 他的身份证 IC的时候呢 朱砂冠 我知道这是我爸爸 When I look at his IC I know his full name 而且呢 有时候小时候呢 我心里面呢 会很佩服他哦 And I admire him When I was young 我在心里面 会叫他Superman And I will call him Superman 为什么呢 他好像什么都会 Because he seems like he knew everything 会修车 He knew how to fix the car 会修电灯 The lights 然后呢 有一次呢 他还做了一个 很大的鱼缸 在家的院子前面 Build a very big aquarium 那这些都是 丰富了我对他的认识 And all this filled my knowledge about him 还有很多 你知道吗 And many many more 他是带我去钓鱼的那一个 He brought me to fishing 他教我怎么开车 He taught me how to drive 当然呢 他也有管教我的时候 And he also disciplined me 虽然很少了 Rarely 那16年前呢 他已经回到天上了 16 years ago He passed away 我没有办法再增加 对他的任何的回忆 And I couldn't add more memories of him 可是呢 我在的回忆里面 已经够丰富了 But in my memories It's already very a lot 因为 他留下许多美好的记忆 在我的回忆里面 Because he left a lot of good memories 不只是在IC上面 那个正式的名字而已 And it's not just the name on the IC 所以我们有许多的方式 可以称呼上帝 We have many ways to greet God 这就丰富了 我们跟他的互动 And all these fill our interaction with God 上帝希望我们 更多层面的来认识他 God wants us to know him deeply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怎么称呼上帝呢 Let's look at how we can greet God 最通常我们用的是天父 对吗 The most commonly one is heavenly father 这是耶稣教导 我们祷告的时候 用的一个名词 This is a way that Jesus taught us 天父呢 是认识你 与你亲近 然后呢 看顾保守你的 Heavenly father is the one who knows you close to you and keep watching over you 那不管你对你的 父亲的感受是如何 No matter how you feel towwards your own father 我知道有些人的感受 不是很好 Some of you may not be very good 但是我要告诉你 But I want to tell you 这位天上的父亲 是慈爱的 The heavenly father is merciful 是公平的 It's fair 你可以祷告 称呼他天上的爸爸 And you can pray to him and call him the heavenly father 他知道你 认识你 He knows you and he understands you 就好像一个 好的爸爸那样 看顾着你 Like a loving father watching over you 第二个我们可以用的是 上帝 或者是神 The second one is God 那这两个字是通用的 God 这两个字是通用的 God OK 这两个都是God 那它指的是什么呢 创造天地和全能的那一位 It means the creator and almighty God 那在所有的 这些的文化 跟语文里面呢 都可以找到 这么一个字 In all languages and cultures You can find this word 这个字呢 代表着创造 跟伟大的上帝 This word represents created and almighty God 所以华人说 上帝 或者是神 So Chinese we call God 上帝 OK 好 那讲英语的 就说God 对不对 And those in English they will say God 讲马来话的叫 In Malay 叫阿拉 阿拉 所以这些都是在 它原本的语文里面呢 就有的 And all these are contained in different languages 指的就是一个 伟大创造的上帝 They all mean the almighty God 第三是耶和华 或者是上主 Jehovah or the Lord 表示说什么呢 是与我们立约 对我们有权柄 也守约 是慈爱的主 It's the one who covenanted with us The Lord has authority over us and keep his promises 所以这个 这个是 跟我们 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And this is directly related to us 那它是跟我们 立约的那一位 Because he made covenant with us 它不只是 高高在上 伟大创造的主 He's not just the creator 它也是 跟我们立约的神 He's also a God 所以你祷告的时候 也可以说耶和华 或者是上主 So we can also say Jehovah or the Lord 然后呢 最流行的 最普遍的就是 主耶稣了 对不对 The most commonly known is the Lord Jesus 我知道小朋友们 都从主耶稣啊 这样子开始 Even the children they also say Lord Jesus 因为耶稣是 来到我们当中的 Because he's the God that came to us 那他为我们牺牲 为我们受苦的上帝 He suffered for us 那我们就可以 感谢耶稣 And we can thank Lord Jesus 祂为我们钉死 在十字架上 Because he died for us on the cross 并且呢 我们也可以跟祂说 因为祂了解我们 We can also talk to him because he understands 最后我要讲的是圣灵 And the last one is the Holy Spirit 圣灵是与我们同行 安慰鼓励的上帝 It's the one who walks alongside with us comforting and encouraging us 所以当比如说 如果有人 发生了一些 很伤心的事情 If something sad happens to you Do someone 你可以为他祷告 You can pray for them 你可以说圣灵 求你安慰他 You can say The Holy Spirit Please comfort him 你也可以说 圣灵啊 请安慰我 Holy Spirit Please comfort me 那其实 称呼上帝的方式 还有很多呢 And there are many many other ways to greet God 在圣经里面 还有提到 万君之耶和华 表示他是 征战的神 那并且他说 他是好牧者 他是教会的主 他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你说传道 够了够了 很多了 我记不得了 原来上帝 可以这么丰富地 在我们的心里面 God can be many things in our hearts 那其实 如果你不是 很熟悉的话呢 If you're not very familiar 我鼓励你呢 就从天父 或者是上帝 开始 I encourage you to start with Heavenly Father or God 慢慢地 一句两句地 讲出来 word by word 那就好像 小孩子 学讲话那样 对吗 那个文法对不对 是不重要的 那重要是 你愿意开口讲 当你愿意 讲的时候 慢慢你就会讲 那并且呢 你不要用一些 很华丽的字 你听到某个牧师 某个传道祷告 哇 好会祷告哦 祷告完了 他的结束 还很厉害 你知道吗 他说 奉我主耶稣基督 从死里复活 得胜的名求 哇 这个我不会 我不会跳 那你不用去学 那个是他的祷告 上帝也听这个祷告 但是你不需要 学别人 你就按照你原本的 来祷告 就想象 就好像刚才 那个小女孩那样 走到父亲面前 上帝侧耳下来 上帝 然后你就跟他 就讲话 所以既然上帝 这么乐意 听我们的祷告 让我们就 常常来到 祂的面前 祷告 祷告基本上 是不太需要教的 就是要去 行出来 讲出来 就是了 就让我们 现在一起的来 祷告好吗 那我们在家里面 在一起的时候呢 那爸爸妈妈 孩子们 你们就一起的 把手放在一起 握在一起 就像这个图那样 如果你是一个人的话 也请你把 其中一个手 这样子 好像在抓着 另外一个人的手那样 就好像抓着你 在教会里面的姊妹 或者教会里面的弟兄 一起祷告那样 让我们一起的 来到上帝面前 来祈求 就好像香那样的 呈现到上帝面前 让我们首先 为着我们家里的 每一个人 来祝福祷告 所以我们可以 请爸爸或者是妈妈 开口为着 每一个孩子 来祝福祷告 你可以把你的手 放在他的头上 为他来按手祝福祷告 孩子们也可以说 爸爸妈妈 我祝福你们 有工作顺利 能够身体健康 能够有喜乐 不会对我常常生气 我们可以一起的 为着我们的家人 祝福祷告好吗 我们花点时间 让我们来一起的祷告 我们也非常谢谢 妮可带领我们的翻译 我们一起的来 在神面前来祷告 我们现在一开始 手握着手 Let's hold our hands together And let us pray before The Lord who inclined his ear And attentively listen To our prayers 是的 主 我们需要你 在这时候 我们更是需要你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在我们的家里面 求主一个一个的 来赐福我们的家人 你都认识 因为你是阿爸天父 而且你已经与我们立约了 要照顾 要照顾 要看顾 要保守 因此我们在你面前来祷告 这些每一个弟兄姐妹 都是如此的宝贵 都是你如此的看重 你来垂听 并且你要应允 我们谦卑的齐全 主啊 你医治这地 主啊 你也放下平安 在我们每一个家庭的里面 我们真是需要你 让我们知道 你掌握着明天 你掌握着我们的未来 也让我们对你 耶和华我们立约的主 立志要来跟随你 立志要来侍奉你 不管接下来的日子 是如何的 谢谢主 我们也一样一起地 为着我们的国家 面对这个病毒的疫情 来祷告 我们要为着我们 能够有稳定的政府 来面对这个病毒的危害 我们也要为着 我们的前线人员 这些的医生 护士 还有疫苗的研发 我们一起地向上帝祷告 求上帝赐下智慧 带领这个国家 带领这个世界 let's pray as well for our country that we will have a stable government and we also pray for those frontiers those doctors nurses that when they are facing such a heavy load of their work may God sustain them may God grant them peace and health and pray for the invention of the vaccine as well that you will be effective so let's pray together in your house let's pray together 主啊我们要向你仰望 向你祷告 因为你自己是看顾的神 我们这时候 也要祝福来帮助我们 能够在这时候 看见有一些的突破 有一些的改变 在我们的社区 在我们的国家 在这世界的里面 正要面对秋天 寒冬 这病毒更加的活跃的时候 求助连绵这地 赐给我们的这些的 医生护士 继续有能力 将要在派国 还有这99个医护人员 也求你一样的看顾他们 我们谢谢你 让我们这时候 以这个回应诗 我们这时候预备心 进入回应诗 来借这首回应诗 也成为我们的祷告 呈现在上帝 练起来 祝福 一鹤鹤 我的避难所 求你留心听我的声音 愿我的祷告如相 沉连你面前 我举手祈求 如些文静 也何况我的力量啊 求你赤云或真实的心 不笑我写入难 世间诱惑 叫我撤离 任人万罗 求你去教我 如何决心你质疑 因为你的命将我救火 听你是我神 将我缠在羽衣中 我的心将一声摇望你 听你是我神 将我缠在羽衣中 我的心将一声摇望你 我的心将一声摇望你 求你指教我 如何决心你质疑 因为你的命将我救火 听你是我神 将我缠在羽衣中 我的心将一声摇望你 我的心将一声摇望你 我举手祈求 如先摇望你 让我们一起地来祷告 让我们一起祝福 我们一起祝福 our dear Heavenly Father we come before you we need you even more at this time we know that we have a lot of worries we have a big difficulty in front of us but Lord we know that you care for us and you listen attentively to our prayer so help us to have this confidence and faith that whenever we come before you you are there and you're so ready to listen and you want to strengthen our heart 天父因此我们将 我们的一切的忧虑 一切的这些心种挂虑 困难的事 工作上所面对的挑战的事 学业上所面对的困难的事 在家里面所面对 可能有些紧张关系的事 我们都交托在你面前 求你医治与带领 让我们的祷告 如香陈列在你面前 并且让我们的心 深深得你坚定与安慰 我们信靠你 我们亲爱的天父 我们的上帝 我们的主 与我们立约的耶和华 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的 Amen Amen 把钱交给主席来报告 谢谢恩年传道 给我们的鼓励 接下来有几项报告 第一个就是 我们 第一次参加我们崇拜的话 那你去我们的Facebook上面 给我们一些留言 那也把你的联系号码写在上面 让我们能够跟你 PM我们 以便我们可以跟你联系 保持联系 第二个就是关于这个厌血的 那我想如果你还没有买的话 那尽快尽早的买 那些买了的人呢 我也鼓励你 注意一下 有可能有做一些改变 这个抽血的 那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改变 一些计划上的改变 那你留意一下 好不好 那下个星期的崇拜呢 我们还是我们的祝恩年传道 来做我们的讲员 题目是从上面来的才干 OK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念 我们的这个祝福语 来 一二三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保护你 愿耶和华使他的脸 光照你 赐恩给你 愿耶和华向你养脸 赐你平安 愿上帝祝福大家 各种地方 situations